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培源的英文教室知识阅读篇第二十集 我们认识英国 第一个讲美国 第一个讲英国 因为一起讲不完 所以到分若干集 这个也是一样英国 所以我们为什么讲英国第一个 我们可以学英文 第二个到围基百科上面 你直接看英文不一定看得懂 你看中文两个对照起来也很累 而且两个也不一定对称 第二个了解英国 所以你看英文版 你不一定完全看得懂 你看中文 跟英文对照 有时候对照不起来 所以可以了解英国 第三个呢 英文版中文版 没有解出来的 在我了解范围之内 我们可以再加很多的 我所了解的上去 我们第一个先看一下这个 先看一下这个 英国地图 我们把它放大一点 比较清楚一点 我们第一个要先了解 了解英国嘛 放大就没有很清楚了 反正欧洲大陆 就是它的东边了 那我们就不放出来 所以这英国呢 英格兰 可是你不要说英格兰 因为英国叫不列颠 不列颠是有四个部分组成 你看 因为法国在这里 然后德国在上面一点 这边荷兰在这边 还有丹麦 丹麦在这边 它是第一个 伦敦在这里 伦敦在这里 因为这整个 比较是东南边 是英格兰 伦敦在这个角 因为它那个 泰晤士河在这边 所以伦敦去哪里呢 去冰火里面的红堡 红堡它基本上是造这个架构 但它完全虚构 不过以前英国真的有七国 所以它就像金勇小说一 当时时空背景是有那么回事 但人物虚构 当然也没有火龙 所以小孩子看那个 很讨厌 小孩子以后长大说 你看真的有火龙 真的有那个 冰鬼 那个 那个鬼王 人家说我哪里啊 你看我电视上看过啊 冰火游戏啊 你看它上面真的火龙有三只啊 最后剩两只啊 还一直死掉啦 那没办法 所以这个很多 然后伦敦在这里啊 所以英格兰在东南部 那北边苏格兰 这边有一个外里长城 英国有一个外里长城啊 在这里啊 那苏格兰是北方 北方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冰火里面的北京之王 那个 那个 山沙 山沙 阿亚 什么那个 他那个弟弟啊 这个 这个 那个 瘸腿的啊 还有那个 雪诺啊 他们就北京之王 所以七国这种七 就是造这个 当时英国这种七国 那威尔斯呢 就是戴安娜 他是威尔斯王妃 当然本来不是啊 他是幼稚圆老师 但后来要嫁嘛 嫁给查尔斯王子 所以要封他威尔斯公主啊 在这边啊 他的首府叫卡提夫 英格兰的首府叫做伦敦 也是整个不列颠 整个英国啊 的首都 然后呢 苏格兰叫埃尼堡 还有一个呢 第四个 他叫做 北爱尔兰 整个爱尔兰在这边 可是这个浅色的呢 灰白色的呢 他不是 他是爱尔兰共和国 你看 Republic Ireland 共和国 那北爱尔兰是英国的啊 Northern Ireland 他的首府叫贝尔法斯特 所以四个首府 埃尼堡 苏格兰的 英格兰到伦敦 我也是这个 这个 戴安娜王妃的啊 他的家乡 卡尔蒂夫 好像有个宴也叫卡尔蒂夫啊 到贝尔法斯特 北爱尔兰 所以英国是这样 不列颠吗 四个地方 你不能说英国 所以英国是这样 这样子 组成的啊 所以 我们再看一下 英格兰在东南方 北方是苏格兰 西南方是沃尔斯 这个爱尔兰的北方 叫北爱尔兰 所以英国是有这四大部分组成 所以英国叫UK嘛 联合王国嘛 United Kingdom Great Britain 不列颠 共和王国 联合王国 正式的你就讲 你讲UK也可以 跟老外讲 跟英国讲UK也可以 或讲Britain 也可以 你讲英文 要讲British 不要讲English 那我们中国最早叫英吉利 就从English过来 这是不对的 那当然英国历史很复杂 我们来看 United Kingdom 我们先看第一段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commonly known as the United Kingdom UK or UK Britain It's a sovereign country in Northwestern Europe of the Northwestern coast of the European mainland The United Kingdom includes the island of Great Britain the northeastern part of the island of Ireland the many smaller islands within the British Isles 所以这个英国呢 它的全名是 联合王国 大不列颠联合王国 以及北爱尔兰 所以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这是英国正式的名字 但太长了 所以 commonly known 一般来讲 就叫做联合王国 United Kingdom 所以叫UK就过来了 不管你打两个点 不打两个点 都可以 联合王国就对了 UK 或者United Kingdom 最标准 或者直接 最简单的讲Britain 你不要讲英国 也不要讲English 要讲Britain Britain是不列颠 不列颠 就这四个 英格兰 苏格兰 北爱 北爱尔兰 英国就讲British 这样比较好 它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Sovereign 有主权的国家 在欧洲的西北方 西北 然后呢 它隔着一个 就是远离的意思 或者在海岸 海岸以外的地方 就是西北 就是 这已经讲了 就是英国隔着西北 在西北的外海 所以为什么二次大战西特 打不到英国 因为英基列海峡 还有北海 北边是北海 还有东南边 英基列海峡 打不过去 又要船过去 最后来最有名 6月6日D-Day 这个 美国呢 联军 联军就从英国到登陆 法国诺曼地 找一个地方 在登陆 这英国王国呢 英国呢 我们就讲英国好了 应该叫联合王国 还是习惯叫英国 英国就包括了 这个 哪些岛 这个什么岛呢 就是大不列颠 但是我们以前说 一年三岛哪有三岛 两岛啊 就两个岛 你不要说这边是三个岛 这边是连起来的 跟苏格兰是连起来的 它是一个岛 这不是两个岛 跟威尔斯连起来 这是线 线是说他们将界的化线 连起来 只有两岛 当然你说 连那个西北方这边 没有标出来一个冰岛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们以前说 英伦三岛 是不是以为 把这个英国本土 这边分成两岛 再加这个 还是说英国本土 这个两条线 把它分成三 搞不清楚 反正英伦三岛是错误的 英国本土就有个大岛 如果硬是要加 埃尔兰也是两岛 除非你要把冰岛给算进来 所以搞不清楚 英国 所以清朝为什么叫三岛 搞不清楚 所以它包括了 所以它包括了 它也包括了 也包括了 这埃尔兰 还有其他许多小岛 英国的一些小岛 这一般是小岛 就是一些小岛 在英国的很多群岛里面 海洋 representing the Republic of Ireland otherwise, the United Kingdom is surrounded by the Atlantic Ocean with the Northischeas in high east the English Channel to south and the Celtic од see to the south west given the narrowest coastline in the world the Irish Sea separates Great Britain The total area of the United Kingdom is 94,000 square miles 这个北爱尔兰呢 它跟这个爱尔兰共和国呢 就是有一个将近 因为本来是 爱尔兰呢 本来是一开始跟英国是合在一起 但是后来又分开 可是分开的时候呢就怪了 而六分之五的地方呢 就变成爱尔兰共和国 六分之一就变成英国 它有一段历史 所以为什么北爱尔兰一直跟那个要闹独立呢 因为它是爱尔兰人啊 只是当初历史的因素 政治的因素 奇怪就留这一块跟英国在一起 所以那边一直是在闹独立 独立就是死人啊 就要流血了 所以那边北爱尔兰共和军很厉害 那英国就镇压 不要独立 所以要独立 世界上独立很难 你说台湾独立 不是嘴巴讲讲 最后非常可能要打仗啊 打仗就死人啊 就死很多人啊 我们看历史上这个 就是说近代好了 什么那个 汶来啊 什么一大堆要闹独立了 独立就死人 另外其他方面呢 英国这个联合王国呢 被一些海 因为它海盗国家嘛 被这个大西洋 因为它 它那个西边就是大西洋 洋是最大嘛 再来是海 这是外海 内陆才是江啊 河啊 湖啊 这些东西 所以呢 它是大西洋的东边 欧洲是大西洋东边 美国是大西洋的西边 美国是太平洋的东边 亚洲 中国大陆 台湾是 日本是太平洋的西边 这样走过来的 然后它这个 东边是叫做北海 不是苏武的那个北海 是英国的北海 那边产石油啊 所以有很多那个海上那个炼油平台啊 人可以常住在上面 那起居啊 工作都在上面 然后呢 南方叫英基利海峡 这个很有名啊 然后呢 西南边叫做塞尔蒂克海 因为英国的以前那个最早原住民啊 就塞尔蒂克人 就是现在NBA里面 塞尔蒂克球队就这个 然后呢 它就是有了这个全世界第二 第十二长的海岸线 海岸线它全世界第十二长 因为它国家不是那么大 所以只有十二 然后这个爱尔兰海呢 就分隔了 不略颠 就是英国 还有爱尔兰 它海很多嘛 你看 那这边 最左边是个大西洋 然后这个 这个东边有北海 南边有英基利海峡 西南边有塞尔蒂克海 然后又跟那个爱尔兰 有一个爱尔兰海啊 这些东西啊 它全部领土是 九万四千 九四万 各式百千万 我们看 一般我们看公里 两百四十万 各式百千万 二十四万平方公里 这么小 不大 九万四千平方英里 二十四万平方公里 那台湾是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嘛 三万六 等于是七个 七个台湾大 那个中国大陆 以前最大的说 一千一百四十万平方公里 现在去掉外蒙古 就要八百多万 八百多就比它大多了 你看它才二十四万 八百多个 三十多个 这个 中国大陆也三十多个 这个快四十个 三十多个 英国那么大 所以英国其实也没有很大 英国 因为这边是英国人写的 当然英国的这个 维基百科介绍 你说叫美国人写 法国人写 加拿大写 他不高兴 所以英国人写 所以他有些字不一样 像我们一般 中央的是center 中央是center 如果形容词central 我们一般美式的是Cent 所以你只要看到这个 就是英国人写的 Cent而已 这联合王国 英国这联合王国 是一个单一的一个 国会职 国会职 让他分上议院下议院 上议院叫贵族院 指派的 上议院不改选 指派的 下议院才是我们一般说过 英国改选 就是下议院改选 从哪里来 从罗马 所以我们一般就是都分 都分那个上议院下议院 罗马就分贵族院平民院 后来就像美国也是 美国参议院就相当于 上议院贵族院 中议院就相当于 下议院平民院 这个意思 就是两院制 如果是像台湾 就是单一子 一个立法院就没有分 所以一般这个 英国 美国就分上议院 就分这个 英国的上议院下议院 它是那个国会的一个 民主制度 然后它是一个宪法 君主立宪 可是它宪法有 这个成文宪法 不成文宪法 美国 台湾 中国到就是成文宪法 就是一本宪法 白子黑子第几条写金属 它是不成文宪法 其实它没有 没有宪法条文 就是有一些惯例 有一些法律 有一些惯例 法律有白子黑子 一些惯例 惯例就没有 比如说很简单 所有的 英国的 从首相开始 大臣 任命 就是要经过 他们自己选举出来 由女皇同意 女皇不同意不能 还有法律 要女皇同意 可是根据宪政惯例呢 女皇不能不同意 你教谁 她就同意 名义上说 要经过你同意 才能变法律 然后才能生效 变成谁的首相 谁的部长 可是你不能不同意 橡皮图章 所以他有这个情况 这叫不成文宪法 惯例 法律跟惯例 然后这个君主制呢 君主 现在君主是伊丽莎白二十 为什么要二十 以前有一个伊士 跟他太远了 所以英国 例上说有三个女皇 一个伊丽莎白二十 还有一个维多利亚 维多利亚女皇 还有现在伊丽莎白二十 那维多利亚女皇是什么呢 前面两个女皇都很厉害 所以英国很多这个 带这个文明棍啊 带大礼帽啊 穿燕尾服啊 女人啊 穿那个蓬蓬裙啊 就是维多利亚时代 那个时候弄的 那另外这个伊丽莎白二十 也是那时候 就是英国啦 就是开疆辟土 在他们建立很多殖民地 所以这个两个女皇都很厉害 然后现在这个伊丽莎白二十 能力其实平庸 可是呢 他非常有分寸 所以还是得到英国人的尊敬 他1952年 就是台湾这叫民国 41年 开始 开始那个登基 他本来不该他啦 因为他本来 他爸爸也不该是他爸爸 为什么 他的贝贝 他的伯伯 这个爱上了这个 爱上了这个 新普申夫人 退位 英国很有名的 然后才传到他爸爸 然后才传到他 不然的话本来没有他 这个英国呢 首都叫伦敦 London 伦敦人就London 加个伊丫就好 那法国就麻烦了 法国是Paris 如果是法国 他不是加伊丫 就Paris 一个特殊的字 那伦敦是一个全球性的城市 还有一个金融中心 所以伦敦的房地产很贵啊 物价也很贵啊 都很贵 因为国际大臣嘛 你去吃吃看 这是很小的什么 小店就不要算 你只要到差不多像样 像样一点的餐厅 你不要吃个三明治啊 你就正式点个牛排 或整个套餐一弄 这这这台币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一千五两千吃不下来 那你说吃简单一点 台币搞不好也给你吃个七八百块 就物价很贵 国际的国际城市 但是那个 他那个欧洲的城市 都是路很窄 路比较窄一点 所以那个伦敦呢 他这个因为车子很多 国际中心嘛 路又小 所以没办法常常塞车 所以他规定 进入伦敦 要花钱 他们说台币这个四百多块吧 就你进去 出来就不用 就是反正一次 进出一次 进去以后就是你要 只是你要付钱 付个四百块台币 所以为什么呢 就是希望你没事不要去啊 去就要花钱啊 你交四百块台币了 美金十几块 一半十来块 有这个情况 然后它是一个 这个都会区 它的人口呢 没有点百万 它有这个一千万人 所以也不小了 伦敦一千万人 所以我们再看那个地图 伦敦在这里 就红宝 就设计 设计住在这里 红宝 这个冰火里面有龙 后来龙 这个最后一击 第八击乱拍啊 这个龙怎么前面 很容易死到这一击 天几下无敌 这喷火 无限量供应 吃到饱 真的啊 后面乱白啊 所以很多人都骂得要命 然后呢 这联合王国呢 也包括四个国家 你说不对啊 一个国家 都包括国家 这英文里面 country也包括 也包括乡下 可是也不是乡下 所以这个很难去解释啊 所以因为英国特殊 英国本来 它就不是一个国家 它本来是英格兰 英格兰 它第一个先吞并了 威尔斯 然后又跟北方的苏格兰 结盟 变成那个不列颠 最后 又跟这个 又合并了爱尔兰 所以英格兰第一个 它本身英格兰最大 人口最多 它先合并威尔斯 然后再跟这个苏格兰结盟 那时候叫不列颠 最后又那个 说吞并啊 或者是合并啊 这个北岸 所以这样 所以它 他们关键上 还是四个国家 但是它叫联合嘛 联合王 叫联合嘛 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 这四个国家 我们这边就 姑且称之国家 联合王国嘛 其实就四个首府 就伦敦 爱丁堡 卡尔提夫 跟贝尔发斯特 尔斯伯克林 英文就各自的 各自抵辅词 那你看 我们再看那个剔图 英国的首府 以及国家的首都 伦敦在这里吗 靠海吗 伦敦人靠海吗 所以那个 兵一伙呢 就火龙从这边海上 去喷啦 把这个红宝喷掉啦 伦敦在这里 北方的第二大的 就是苏格兰 谁是苏格兰人呢 零零起 神看到来就苏尔 就不是苏尔 就苏格兰人 爱丁堡 就是他们常穿裙子啦 我们看英国人 有那个穿裙子啊 吹风底 就是苏格兰那边的 还有那个非常有名啊 那个名字一下叫什么 这个 离别歌 那我的音乐 那个是苏格兰的民谣 很有名的就是 朋友歌 纪念朋友的歌 他在爱丁堡 爱丁堡 爱丁堡 这个八校的大学很有名 然后卡尔蒂夫 以及白亚兰 这四个首辅 在这里 那其他的 主要陈赛包括伯明涵 打成工业陈 有足球队 英国足球迷很疯 因为喜欢喝酒 看到不爽的时候 就是开始推东西 打东西 看到人家不爽就打架 很疯狂的 格拉斯哥 利物浦 也是一个海港 以前工业革命 这几个都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曼浙斯特跟伯明涵 差不多也是产媒的 英国以前产媒 那边很多工人 所以英国它是雾都 英国尤其伦敦那边 雾气很大 经常下雨 不一定每天大又是小雨 所以那边 大家的吃气管都不太好 这种咳嗽 所以你看那个撞球比赛 什么室内的比赛 本来应该很安静的 结果这常常有咳嗽 为什么呢 因为常常下雨 常常下雨 雾气很重 湿气很重 肺不好 在这样抽烟 所以很多时代 一下 一大堆 它有这个环境 天气的关系 一大堆 Kindon of England and the Kingdom of Scotland in 1710 to form the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followed by the Union in 1901 the Great Britain with the Kingdom of Ireland created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five six of Ireland seceded from the UK in 1922 leaving the present formulation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the UK's name was adopted in 1927 to reflect the change 这边就是介绍一下英国为什么四个国家现在变联合王国 这也是一个长知识一个历史一个知识 这一有年就是一些联盟就在英格兰王国 因为以前是先有英格兰王国 但包括威尔斯这边他就没有去细讲 他前面是吞并的威尔斯 本来英国跟威尔斯是独立的 就到这边省略掉了 先是合并了威尔斯 所以那时候已经英格兰加威尔斯 然后在1707年就跟北方的苏格兰王国 所以以前王国有两个英格兰跟苏格兰 那威尔斯不算 所以这两个结盟起来就变成了大不列颠王国了 那接下来呢 法罗巴接下来这个联盟呢 在1801年啊 这个大不列颠王国 又和这个爱尔兰又结盟了 制造出来啊 这个United Connected Burned Island 又叫上了爱尔兰呢 本来是大不列颠 后来又叫大不列颠集爱尔兰 到那时候还没有北爱了 然后呢 六分之五 所以六分之五这样写 前面写个5 后面写个6 要加一个th 六分之五的爱尔兰 seceed 就脱离了 seceed 第二个 迎接在第二个 seceed 不是seceed seceed 从英国1922年脱离了 本来是结盟变北 爱尔兰 这个 大不迭迭 加上北爱尔兰 结果1922年 闹翻了 六分之五的爱尔兰 脱离了 剩下五分之一 叫北爱尔兰 然后就是 形成现在的 现在的formulation 现在的情况了 就变成 这个大不迭迭跟北爱尔兰 就变成这样子 他介绍这段经过 那UK的名字呢 就是1927年正式了 正式了 什么叫正式 建筑 法律 正式宣布 为了要reflect change 为了要反映出 这种变化 所以 现在的英国就是 1927年宣布了 那实际上是1922年 但是隔了五年以后才宣布 所以 这个英国还有14个海外的属地 美国也是有5个属地 这个最后 就是最后残余的一些领土 这个大英帝国 以前那个大英帝国 在这个1920年 达到它的巅峰状态 我们叫日波罗帝国 Encampus就是遭遇 遇到 或者是战友 这意思很多 我们这边就说Encampus就是 拥有了 拥有许多这个 世界的 四分之一 拥的意思也好多 还是军营 二分之一 还有两毛五分 意思很多 还有方向 方位方向意思好多 所以我们这英文看多了 就看这个字就想到好多意思 就是在1920年最高峰 占有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土地 那还得了 因为大英帝国 日波罗帝国 历史上 它不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帝国 是整个历史上比元朝 比罗马帝国还要大 因为占了四分之一 然后英国的影响力 Can't be observed 可以观察 可以从哪些观察 从它的影响力 从语言 我们讲英文 没一直改良过 基本上是英文 文化 这英国 像电影 2007 很多文化 还有这个 莎士比亚 这个 巧手 一大堆 这个 迪根什 双城基 一大堆文化 这个 这只是小说 整个文化 英国的服装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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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宴卫福 各方面面的 还有政治的制度 因为它最早是那个 这个 代义制 就从英国开始 就是 就是那个国会 这种 就方方面面的 还有它一些 那个从前面的 那个殖民地 就开始显示出来 那我们这段讲完 我们先到 第一部分结束 The United Kingdom has the worst fifth largest economy by nominal growth domestic product and the ninth largest by purchasing power it is a high incount economy and a very high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rating ranking 15th in the world it was the worst first industrialized country and the worst foremost power during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这联合王国呢 英国呢 就是全世界 它是第五大 什么呢 啊 经济体 用什么标准呢 GDP nominal 这是明目上的 就是扣税钱 那些 所以你去算 那个经济数字 有nominal 就是明目上的 还有扣完税 扣掉一大堆以后 才实质的 一般就是 因为这个明目上 比较好算 算在前面 那实质 东扣西扣 比较不好算 在后面 GDP 就是great domestic product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国的 整个经济实力 整个经济的产值 当时用 不管是用美金啊 用银棒啊 什么来算 GDP 那GNP就个人 国家的GDP 个人 像中国大陆 GDP很强 可GNP不高 中国14亿人多嘛 就整个国家力量大 GDP数一数二 可是一到GNP 就跑到后面去了 跟东欧差不多了 所以这个情况 然后呢 PPP什么东西 这是全世界第九大的 PPP什么东西 Pertensive Power Parity 我们叫做购买力平衡 那这个字翻得不好 就购买力了 购买能力了 就是经济体是世界 第五大 那可是平均购买力呢 跑到第十九去了 英国不是很有钱 伦敦很有钱 话虽如此 那为什么 第五大经济体 结果平均购买力 掉到第九 我刚才讲错了 第九 第九也输第五啊 国家是经济体 第五大 可是购买力变第九呢 差了市民 为什么 因为威尔斯穷啊 苏格兰穷啊 北爱兰穷啊 拖累了 你如果光是算英格兰 哇 搞不好第四 搞不好第三 这个意思 因为它也是贫富不均嘛 所以英国差距很大啦 那个北爱兰 那个 不是 那个苏格兰是高低 风大 这个 所以你看那个 英国这个女王啊 家族啊 去狩猎 跑到苏格兰去狩猎 这个风景都是穷乡僻壤 高低 这个不太生产东西 所以那边比较穷 那 威尔斯就是 都是 他们就觉得英国人欺负他嘛 产煤啊 因为煤是污染嘛 人会 生肺痞嘛 就是 这个 这个 煤 煤的工厂都在那边 所以那边穷 这个意思 它是一个全世界 高收入的 高收入的经济体 还有这个 人类发展指数很高 就是幸福啦 就不但是有钱 而且 就是自由嘛 那你说有钱 但是不幸福嘛 它又有钱又幸福 因为它自由民主嘛 这个意思 它全世界低数 又掉到失误了 就幸福指数 为什么 被北欧那些干掉 动不动 北欧啦 还有些中欧的国家 瑞士啊 这个卢生堡 奥地利啊 北欧的 罗威丹麦 那些 瑞典啊 就是幸福指数很高 因为没人管 很自由 它也是呢 这世界第一个工业国家 因为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了 整机机啊 这一大堆东西 那电是在美国那边 这是那个爱迪生啊 贝尔那些 发明电话那些在美国 但是工业革命 蒸汽机啊 这一大堆啊 这个 都在这个工业革命在英国 开始发生 那也是世界上最怎么样 福尔摩尔最先进的 这个影响 这个力量啊 就是在十九世纪 到二十世纪 出业的时候 全世界啊 等于是强国 所以那时候 英法联军嘛 打中国 美国要靠别人战嘛 所以西方白 最早是西班牙 罗马帝国了 罗马帝国解体以后 西班牙 无地舰队好厉害 就无地舰队为什么呢 被英国的纳尔逊上将干掉了 以小吃大 无地战船船很大 结果纳尔逊上将 蚂蚁雄兵 就居然打败了无地舰队 就变成 取代 变成 英国取代西班牙 变成海上霸权 当然葡萄牙也不小 所以英国才日不落帝国 就是 这些方面 这集先讲到这里